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又到了YES國際策局的時候 YES姐姐跟我說 聽了傑哥說的有關福特號VS我們福建號的時候 他真的有點看法 他覺得傑哥說得很精彩之餘 但他覺得有些事情想跟大家分析一下 他很特別 他把福特號改名為福頭號 那為什麼叫福頭號呢 我們請YES姐跟大家解釋一下 解釋一下他的看法是怎樣的 多謝YES姐姐 怎麼看啊 沒問題 傑哥說得十分之精彩 因為他真的有資料搜集 我只是聽完又是腦袋有什麼反應 有什麼說什麼 有碗話碗有電話 其實福頭號我已經給他面子了 可能到時到後面對俄羅斯那些艦隊 雖然不是很強 但是人家制空啊 或者是他那個海底的洲際導彈可以很強 我怕他是變成了豬頭號而已 是不是 我給面子了 不是叫做豬頭號 叫做福頭號都好了 因為他在那個裝陷 尤其是在傑哥的資料當中 他的那個budget 那個交收日期 全部都一直推遲 就是說你有一些東西是work不到 他就要推遲了 是不是 那如果他推遲的話 會不會是 湊湊合合 將所有的system 放在一起 得與不得到時才算 這樣東西就有出事了 好啊 將自己那隻這麼貴的戰艦 這個造價的行動 put it at high risk 就是很高風險的 萬一你有什麼 跳線啊 或者在那裡著火啊 就整隻艦 不知道怎麼收貨的了 所以越貴的東西 就要越鏡石 越鏡石 被人騙一騙 他們就將整個部署 又會打亂了 所以我對這件事情 我是對它有所保留 看到我們講的 我們國家的福建號 它說什麼時候交生 就什麼時候交收 它的每一個時候 每一個程序 它都是做得很準的 我自己就收集了一些資料 就說 新進福建號的第一條電彈 電池彈射已經做好了 就已經是拆那個維修架 不是 拆那些裝修架了 第二條的電彈一定是跟著做的 但是原來 那個維修 不是這個開始是裝修來的 因為你做了電彈 那樓下十幾層的那個 那個航母 你有七八萬噸 你可以想到 甲板樓下所有的東西 是要做什麼的 最低限度 你這麼多軍兵在這裡 你又要做房間 你要擺幾千個兵的 喝喝吃吃 維生間 放置武器的地方 擺飛機庫 那你完全是要一個很有次序的安排 不能亂 看錯一個看位 就可以令那架 這麼值錢的航母 毀於一旦 還有 你這隻福頭豪 現在是向著大西洋去的 是對著俄羅斯 普京已經說了 它有一隻潛艇 已經放了那個 Poseidon ballistic missile 那個洲際導彈 還可以放十幾個核彈頭 那如果 你這隻 這隻是全世界的人 都要看著的 兩隻 一個潛艇 一個航母 在這個大西洋 因為 如果他們真的打起來 一核爆 真是 不知道哪裡有災難的 那所以呢 我相信在太空之中 很多衛星就一定看到的 萬一 這隻這樣的福頭豪 走走走走 有些東西短路 或者 真是有老鼠 污染了食物 有官兵 有嘔吐 那他們就要 停下來 去做維修也好 或者是送人上岸也好 這些東西 走不得人家的眼 以前就說衛星不發達 有這麼多衛星看著你 他們一出事 很醜 所以呢 我覺得 美國現在 那種亂法 沒有了張法 集聯無章 打什麼戰都好 經濟啊 軍事啊 他是集聯無章 他真是 將自己擺了一個 很危險的狀況 是不是呢? 我自己覺得 老美 他希望福特豪 可以早日這樣投入 整個軍事人道裡面 但是的時候 他就真的沒有去查到 很多 有關福特豪的 內在的問題 和情況 我們看到 其實 美國的航母艦 曾經發生過一件事 就是 他的飛機燃油 污染了食水 這個問題是很嚴重的 而影響到一些官兵的身體狀況 和健康狀況 但是老美 這一下 他是否認了 沒有這樣的事情 根據這個傳聞 這個只是傳聞 不知道之後怎樣收課 我們都在新冠疫情那裡發現了 在這個航空母艦裡面 就爆發了疫情的 結果呢 要全部的官兵 就休息 隔離 那時候是非常嚴重 在2020年的時候 那原因呢 就是 他們在一個密封的環境裡面 整個狀況呢 是很容易感染的 還有 老美的航母艦 就因為 服役的年期太長 那所以裡面就千瘡百孔了 那大家知道 那些飛機的燃油啊 裡面的食水的管道啊 如果他是核潛艇的話 會不會 就是擔心一下 核洩漏啊 那些問題呢 那不得而知啦 我也都很難作出一個判斷 那但是的時候 對於美國的製造一些 像戰機啊 F-35啊 現在福特圖的航母艦 我只可以說 它的造價真是超貴 貴得很厲害 有關的所有的資料顯示呢 它是根本不值那麼多錢的 那阿傑哥跟大家分析過了 那我覺得呢 今次的我們看到它的航空母艦 其實它真正可以出來走的航空母艦呢 就不多的 我想頂籠呢 就一次過可以出四手道而已 中國三手呢 就是滑滑有餘的 我們看到 由遼寧號 到山東號到現在 其實幾艘航空母艦 都是非常之有 亮點在那裡的 由初代 我們就一直到現在 的發展呢 我覺得是非常之快速 斬一下眼 就已經是03了 04的時候 我們其實是拭目以待 等待中 我相信同時已經在做 但是什麼時候出來的 因為中國做事永遠都是 反正也是 不如多做幾架 我也是開工而已 做一架和兩架 沒什麼分別 沒錯 這個是最重要的狀況 好 給你 沒錯 不要這樣說 不 你繼續有他的分享 就繼續 如果沒有我就到我了 好嗎 我這一輪呢 就看到他們的05 我們那個 05那些男 兩棲 每隻都過萬噸的 你加起來 他做了不知多少手 我又不記得做的資料 但anyway 就是他呢 手手都過萬噸 還有那個最低限度光線程度 比現在他們那一隻最新出來的隱形 兩棲艦呢 那隻叫做 哎呀 糟了 忘了 想到嘴邊都忘了 忘了 叫做 Sumut Komut 忘了 都是來了 走了三隻 過了來西太平洋 看的 他是擺明 是去好像對付我們05那一對男的 只不過又好像說 又是千瘡百孔的 不要緊 那遲些我再補 或者找一下傑哥 我給一些資料 我找一些真正的資料 給傑哥 他繼續說多些少 那ok 那就講回 如果你在我們亞洲本身 那他不是有一隻 帕克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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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驅逐欄 055 對美國的帕克森 現在055 我補充少少資料 那隻應該是一千 是啊 我給大家資料 對不起 055 目前有八艘現役 標準的排水量 是一萬一千噸 滿載的排水量 是一萬二千噸 到一萬三千噸 全長是180米 全寬是20米 食水是6.6米 這是資料 我看到 055 是對帕克森 中美驅逐艦的對比 在2021年7月11日 有資料顯示出 這是我目前看到的資料 好 我幫忙搜集資料 那隻特級艦 是的 諸亞特級驅逐艦 是 Sword Class Destroyer 也是一隻 哇很厲害的 又說可以片彎的 很厲害的 但anyway 它現在派了三隻過來 大西洋 住宅的了 就是對我們05 擺都明白了 但是呢 它那隻 列根套 都回來了 因為它原本 應該是拿回去 船路維修的 但是它突然間 要 真的有些 不要緊的事 要回房 那就閉加火了 你明明一隻艦的維修 尤其是這麼大尺寸的一隻艦維修 你不會是 回到它維修了 不夠一頭半個月 就要回來回房 就是說它可以完成那個維修 還有順利完成那個工序 有多少成呢 如果一隻 就是千初百孔的 回來回收的時候 回去回收 都仍然 都還沒搞定 而要回房的話 那個風險就非常大的了 是不是 就是你一隻 那隻爛銅爛鐵的東西來擺 那大小就嚇人了 但是原來 就是那些功夫是廢的 那你就就是說 你反而是 老美揭了底牌給人看 他們呢 就真的已經是 無能為力 去 兩隻手去和別人打架的了 所以呢 它反而是集中一個火力 向著俄羅斯也好 集中一個火力 到中國也好 這樣呢 勝算都提高 但是現在我估計 只要很簡單 如果普京很聰明地 打壞了他那隻福頭號 變了豬頭 那我相信呢 那個在船上那個官兵的壓力 包括那條斯里根號呢 那些官兵一看到自己一看到 以前是海上霸王 現在變成這樣 現在變成這樣 那個士氣一定行的 那打什麼呢 沒得打 你如果解放軍再好像 那些發射撒合機 和子彈一起飛出來的時候 很恐怖的 我想那些美國兵呢 心理壓力負荷不到的 所以我相信呢 現在老美是對自己做了一些很愚蠢的事 是不是呢 我自己的看法是 其實這次 烈根號 為什麼要回防呢 除了因為北韓發射了中程導彈 飛過日本的上空 這件事其實是很嚴重的 12天裡面 發射了六次導彈發射 我們六字目的關係 那就是平均兩天一次 那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訊息 就是你老美 千萬不要覺得 我北韓沒有到 我北韓是有了道的 證明給你看 所以烈根號就急急的 回頭 去到日本海域 就作一個租房 如果不是呢 我相信日本人會非常之害怕 怎麼辦呢 他的導彈真的飛過我上空 那應該是不是超過100公里的卡門線 那我相信也是 據聞他是打得很高的 有導彈是曾經 好過台灣省 我們的蔡英文就說 沒事啊 因為過了卡門線 所以不屬於空域的 那這次老美就狠狠地刮了 民進黨一巴 就是告訴他 什麼卡門線啊 沒有卡門線啊 他要飛上去就飛上去 是不是 你下來了幾秒 所以他很緊張 其實呢 那時候就有 四架的韓國空軍的F-15K戰鬥機 以及四架的F-16美軍的F-16 就向著一個島嶼目標 投擇了兩枚 聯合直接攻擊打弱 即是JDAM 那為什麼呢 就是威嚇他 喂 我動手了喔 但大家是隔空的 大家做一場戲 你射過來 我就在一個島嶼射一下 其實這個呢 就是一個威嚇 跟你說 喂 北韓你小心點 我們是可以隨時動手的 那這件事很奇怪喔 喂 這個是老美的水域嗎 你為什麼要過來呢 所以 南韓 其實是挺可憐的 不是 可憐的 不是可憐的 可憐的 為什麼呢 是每樣東西都要靠著老美 才夠膽動手 那未來的狀態會是怎樣 我就真的不知道了 你到 美國的航母 他現在要回頭 即是其他的航母 暫時還不能動 還在維修 那他本來要回環衰賀的港口裡面 進行維修的 現在都要回頭 原因就是這樣 因為最近是他嘛 那就來囉 要不然其他人過來 蚊都睡了 是不是 你試射導彈 就是這樣 都爛到豬頭的樣子 所有事情都 不過我就要讚賞一下金仔 金仔呢 這次是 不是說 我抽一條根去射的 射那兩隻彈 每十天射六次彈出來 因為 他看到 喂 現在的聚焦 不應該放在台海的 因為台海 已經中國很成功 告訴你 沒有了這條中間線的 是不是 沒有的 我喜歡什麼時候來 什麼時候來 我自己的地方 告訴全世界 告訴全世界 喂 這是沒有台海線的 收聲 是不是 然後 他呢 每一次射一隻彈 日本和韓國就 表現得不鎮定 他要不就跟老美商量 喂 怎樣做 或者是 日本都要跟韓國互相溝通 但是溝通完又做什麼呢 今天有空射兩隻彈 射完又散了 那些彈又不准 又不准 那你不是說 他們又是 做得鬼馬六的 就是他們的表現 表現得很灰諧 真是鬼馬六的樣子 打到來了 快點試試 找這些彈 這些彈不打到 我們的系統 行不行 總之那個防禦系統 那個發射系統 喂 試一下行不行 行不行 行不行 拿射 但是你 他現在金仔是一個人 去管理了所有事情 好過你三個人 都不知道大家可以說 是做到一套很完整的方案出來 他們反而是亂了一陣腳 被金仔看到了 所以他就夠膽 十天之內飛六次彈出來 他還要把那個焦點 從台海放了到東海 東海這個位置 近著日本 再過一些就是關島 所有的那個區域性 是令老美害怕的 你一破他的關島 就移進去夏威夷的了 不是他移進 到時普京說 喂 中國我們又去阿拉斯加軍演 聯合軍演 真的老美回防不及的 還有你 日本和韓國是幫不了老美 去太平洋那邊打的 所以他根本是聰明 用這招嚇到 老美真的有些震 為什麼 十月就來十月中的了 接下來下個月 真是一個很奇怪的日子 對不對 好了 中東遊國跟你玩 他直接是已經選 中東沒有說他選哪一站 但是他這次的減慘 是已經說他選哪一站 站在特朗普那邊 是不是 共和黨那邊 你民主黨 不要睡了 這個站台才是厲害 好了 接下來 為什麼說 世界好像很紛亂 又炸油管 什麼什麼 其實我想 現在那個 共和黨的勢很高 講回美國的自己的選舉 那個共和黨的選情 好像漢漲法 尤其是 中東遊祖幫了他一把之後 他的漢漲 所以唯有 老美最棒的是什麼 傳媒的 用傳媒的功力 軟實力 他相信整個焦點 由原本 全世界應該聚焦下去 11月中期選 突然間 變成了次要的焦點 反而要看著北溪 看著軍艦走來走去 又說會核戰 所以老美 是在做那些 很不想被人留意他那些 哈綠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 11月超級好看 還有G20 已經確認了 集聯司機和寶京都要去巴里島 嘩 這兩個人 一坐在一張桌子 你說搞不搞得行 突然 所以11月 是完全那個焦點 不會放在中期選 但反而中期選 其實是一定要注意的 他就是想你們不留意 所以他們是使用一些很骯髒的招數 將焦點移走 其實拜登應該打好那兩年 美國是分裂得很厲害的 我同意的 我同意美國會分裂得很厲害的 但今次不是針對共和黨 或者是針對民主黨的 我覺得OPAD PLUS 其實是針對美國的 是整體的美國 你美國越亂越好 你所花的資源越多越好 我現在這一刻 就不會告訴全世界 我已經沒有了石油美元 這一點是很厲害的一個做法 任得你老美在裡面亂 還有我覺得是一個組合權 在這裡跟大家說 就是什麼叫組合權 第一 北韓在這裡做事 你說有沒有跟中國 或者是俄羅斯談過 當然有 怎麼會不談 大佬 要發射導彈這麼大件事 所以北韓在這裡做 做的時候 美國疲於不明 你一定要派兵 或者派航母艦過去 這是第一步 第二步 中東的減產 二百萬桶每一天 這個又是其中另一個組合權 中東動手 現在去做的時候 你美國完全沒得玩 你想要收割 收割得這麼容易 反過來 我現在收割你 是不是 第三件事 我們中國一直都沒有出聲 為什麼不出聲 台海問題很明顯的 你要進來我家的房間裡面 你竟然跟我說 我要拿一個permit 你有沒有搞錯 我說 我現在正式告訴你 以前租給你的房間 你把房間租給我的兒子 反過來 我現在收回 收回你二房東的權利 收回你二房東的權利 我現在這個 完全屬於我的地方 你不要跟我交交 所以他當然是想在南海部署 他怎麼會不上 是不是 好了 接下來我們看到歐洲 北溪被炸之後 有一個 他的另一條管道 就沒有被炸到的 北溪二號 開不開呢 留下這一點 被德國考慮 被歐洲人考慮 現在你也看到 歐洲人 就開始說 要脫離歐盟 有部份國家的民眾 這樣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 馮德來欣 他的老公和子女 全部都在老美那裡 那這次 其實俄羅斯 會不會 又是趁這一招去玩 老美呢 是絕對有機會的 老美呢 是計錯數 完全計錯數的 你看就算去英國 你看我們的卓惠斯 特拉斯 不過卓惠斯 大家比較熟悉 所以我暫時還是叫做卓惠斯 那卓惠斯呢 就去跟馬龍說 聊天 馬龍說 你英國是我的朋友 好朋友 咦 好朋友 什麼叫好朋友呢 是說一下 還是做真的好朋友呢 因為老英都缺乏石油的 天然氣又沒有 那十九度才可以開暖氣 你那時候保持著十九度 暖氣 十九度也挺冷的 我現在這裡 中山就二十幾度了 陰陰凍的了 你那時候開暖氣也挺嚴重的 還有 你看看東聞 很安靜 沒有了聲氣 對嗎 只是老美是不是有少少 應接不下呢 對嗎 這一個呢 就是 亞洲 完全搞不定 你亞洲搞不定 中東搞不定 中亞搞不定 阿富汗又被中國搞定了 你歐洲那邊本來想搞 非洲一定搞不定 非洲一定搞不定 非洲都是中國地頭 這個地頭是善意的地頭 不是惡意的地頭 跟老美不同的 總之人民生活愈快 我為什麼親你老美 還有 我們看到 美國現在飯飯都不行 連賭國都說 我不跟你玩 我為什麼跟你玩 你不欺負我 在聯合國直撤其飛 馬龍又在這裡夠膽說 美國有危機 民主危機 你說 整體上高 老美是不是千頭萬水 他不知道搞哪裏 你想想 三年前五年前的老美 會不會這樣 不會 極速衰落之中 這個我自己的看法 加回給你 沒錯 贊成贊成 贊成 因為 講回一點點 好像這兩天 老美出了一些數據 他還要是 其實 又是隱樂陽善的 他就出了失業率 9月 是不是 9月的失業率 下了去3.5% 看似好景 是不是 是 但是他就不大事報導 他那個勞工的供應 那個都下跌 是 仍然是有工 沒有人做 是不是 就是說 就是說 他的生產力 將會沒有升的了 是不是 就是 抵消了你的經濟 或者會向上 你有工沒有人做的時候 或者是生產沒有東西的時候 那你何來會有經濟會好 你的通脹 怎麼會去下跌呢 他就 他就是減了不說這些東西 是 怎麼會上升 經濟沒有可以上升 經濟一定下跌 是的 經濟不會有反彈 就是由衰那裏 最下 就是已經貼地的時候 上來反彈 沒有可能 是不是 就是 他不說這個訊息 給人知道 但是華爾街 昨天又達了2% 又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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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升了又跌了 2% 跌了2% 是的 三大指數都看 都向下 是的 那你的數據正 假設你的失業率跌 就是說經濟有沒有好似復蘇 原來大家的解讀 已經是跟你所扔出來的數據 是兩回事 所以他就是 第一就是知道經濟又不行 有事不行 還有就是 剛剛又是紐約 你現在要招呼大量移民 直接市長說 喂喂喂 我要怎樣怎樣安置 很緊 即是快要進入緊急狀態 這些是什麼東西來的呢 什麼招數 這些移民是 真的是移民來的 不是非法 是移民 是移政手續來的 移民 OK 但是你 老美開了這個 接受移民的申請 和批了 你一定要有一套方案去安置人的 原來你沒有 這個州不要 打不給你 還要留意 德薩斯州 是共和黨的 紐約州 哪裏的 是不是 兩個黨的 又在搞事 所以他扔堆移民 去給民主黨 即是說 肢底下兩個黨 又在拳來腳往 還有 這個分裂 我相信都幾大 中期選 我真是 祝老伯 好運 唯有這樣說 老伯 好不好運 說真的 整個老美都不好運 老實講句 是啊 就是這次 留一點 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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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角頭兩個大 雖然心裡很想 如果你凡事 我是這樣看的 你凡事靠運氣 就一定玩完了 永遠都是以實力來說話 就是這麼簡單 千萬不要嫁運氣 說你沒有運氣 其實對我來說很正常 我自己去做的 我們是密密監魂的 我其實很欣賞我們自己國家的一套 就是密密監魂 逐步去做 我們可以看到 老美說要靠運氣 包括耶倫說 我們要靠運氣 那運氣你來不來呢 我們不知道 但一說靠運氣 就告訴你 你正式宣告 拜拜 這是自己個人的看法 我現在給大家看的 有兩幅圖 一幅 就是在左手邊 在左手邊的這幅圖 這幅圖就是福特號的南橋 右手邊的一條就是福建號的南橋 你看一下 一個是上一代的 一個是上一代的 一個是我們新一代的 南橋的相距很大 大家可以看看 哪個先進一點 這樣就可以了 好了 今天的節目時間就差不多了 我們已經是超過半個小時 那就不妨礙 YES姐姐 OK 好 多謝大家 OK 記得訂閱大卫常的頻道 最近很多朋友 就開 數個視窗去看我的廣告 這是一個很感恩的 我的收入終於 回復相對的穩定 感謝大家的支持 希望大家也要特別感謝Danny哥 他真的幫了我很多 他是很用心 多謝大家的支持 感謝大家 拜拜 各位 今天時間到這為止 拜拜 YES姐姐 多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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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